以后你判我王蓬的时候 你得看着它 并不是什么都能判你 可判可判的时候 你不是说随便亲密就能判我 我让你跟不上我 让你哪个国家 你根都跟不上我 你让你们连我屁股的眼睛看不见 我看你怎么判我 所以既然你出去了 也是想拿进来 要想让你 你的标就是冠军 第二谁要的第二 我是不要第一 第二个 对我来说 我应该就是把韩国得干掉 每一个项目都是把韩国得干掉 不管我们怎么样 一定要把韩国得划到我们身后 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国家让你去拿冠军来 对我能做到这 It's not a four years It's every day 不是每四年 而是每一天 你说那个金牌本身就是我们的 因为如果他不去做那个超越 最后他们根本没有可能 从我和周阳手里去做超越 不可能的 就算是最后韩国 他正常 正常把孙女人做完做超越了 我跟周阳我俩 不过他们 不过他手拿把杀的 反正下场大家都会 上场脱冰刀套 上场带冰刀套 然后呢下场以后带冰刀套的时候 大家各说各国的语言吧 大概都不是什么好话 韩国运动员带冰刀套 他以前有带着 估计是骂人的吧 这太过分了 是不是 当时你的面吗 对啊 就让你听到了 当然他他自己带到话 但是他肯定是在说这话 说的是什么 啊 对啊 是骂人吧 对不对 骂人的骂人的 对不对 那你当时是你当时是听懂了还是听不懂 大多数可能能听懂一点 就是你不太懂韩语的 这一句能听懂吧 你的回应当时是 没什么回应的 为什么 화뎂 你知道吗 却不行啊 你知道吗 当时吧 我都没看出什么打 现场的时候 但是我知道后来的 一直在骂 然后我过去了 骂什么 谈恶我骂完了 真想去吧 什么谈恶了之类的 就是啥话 但他肯定能听闻 我就说你骂谁 跟谁俩呢 真是 逼逼话 如果说让你挑出一个最大的对手 你觉得会是谁的 分在哪个项目 那五百米先 没有对手 一直都没有对手 当时吧 我都没看见他打 在现场的时候 但是我知道后来他一直在骂 然后我过去了 骂什么 喊我骂完 就两句吧 什么跑步了之类的 就是傻瓜 但是肯定能听懂啊 我就说你骂什么 跟谁俩呢 真是 帅脸 都比比画画的 当时如果你要是选择的是花样 也会怎么样 呦 我要是选择花样的话 现在还有什么那个 深雪庄博士 就是我没有选择那个项目 我选择这个项目的话 也不定会有什么金颜儿啊什么的 那可能就是我了 你就看我选择哪个项目 我是哪个项目的天花板 只要在赛场上 第二就是他们的天花板 第二就是他们的天花板 只要我站在赛场上 只要小手一倍 反正你追 你也得追一项 好 这一种小时 就会让你来点赛场 我来点赛场 我来点赛场 你不得了